今年的金马奖除了是台湾电影史上成绩最惨的一次 也被形容是最光速的一次 因为这次的典礼虽然找来了许多大牌明星和新生代演员颁奖 不过内容沉闷 颁奖人的致辞也很简短 让典礼不到四个小时就结束了 林志荫当颁奖人 这回没有爱的抱抱改成爱的亲亲 闭上眼睛 志荫姐姐幻想可以跟华仔片中接吻 在梦中做什么都可以 这时候谁会只想要爱的抱抱呢 我们当然要直接来爱的亲亲 华哥 亲 但是和假装刘德华的黄渤借位亲吻 被网友劈劳梗 同样是模特儿的隋唐和苏友鹏颁奖时 演出对手戏隋唐还大标彰化 喜欢就喜欢啊 又不是在写作文 你他差的 你是没有自己的人先啊 只是台上两人的卖力演出 台下观众反应不大 让场面瑞显尴尬 同样担任颁奖人的陈荣 则是试图讲台语 朝了现场闷了很久的气氛 但效果一样不大 让一旁的李冰冰 有感而发讲出这段话 所有今天的嘉宾颁奖的领奖的他们太客气太短 你能不能强 强一点 算了大哥 往年金马奖大家都挺饿的 今年我觉得是真的很冷啊 对 我们快点吧 虽然颁奖人的互动桥段较无亮点 但挑大梁主持的珍宝一汉黄波 两人表现可圈可点 一开场默契十足的歌舞表演 看得出来他们下足功夫 更不用说一搭一唱 逗得全场笑声不断 只是全场惊喜不多 颁奖人讲话又简短 让典礼不到四小时就结束 也被形容是史上最光速的颁奖典礼 有点TV红彩婷李文浩台北报道